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张锡林、冯辉等实力演员 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 正在网络平台热播中迎来了小高潮 故事以武则天时期的神都洛阳为背景 讲述了三个出身不同的人 高炳竹、武思月、百里洪毅合作展开案件调查 一步步揭开真相,保卫神都的故事 在最新的剧情中,高炳竹加入联访之后 摆出一定要抓住内奸的姿态 然后故意栽赃安白坛 以此为诱饵调出了真正的内奸仪,则善巧 抓住这一关键,很快查到了机上伯方 彻底揭开了真相原来高炳竹苦苦追寻五年的侄己人 就是一直在他身边的姚娘 姚娘就是十六夜 此时的姚娘接到了春秋道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那就是杀死百里洪毅和高炳竹 他最终选择了自裁 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高炳竹虽然成功找到了凶手 并且结束了复仇 但是关于春秋道的调查却依旧毫无进展 依旧不知道他们在暗中谋划什么 尤其是十六夜的下限 可以说是让所有的线索中断 不管是百里洪毅的诱饵计划 还是高炳竹的顺铜摸瓜 都无法再执行下去 姚娘最后的选择 既是不愿意伤害高炳竹 却也是在保全春秋道的大业 从开始到现在 所有参与春秋道的人 柳香 宋良 宜泽 姚娘等等 不管是死了的 还是活着的 都选择了闭嘴 哪怕是遭受了酷刑 要么像宋良一样装疯 要么像宜泽一样装傻 没有透露一丝 关于春秋道的有用信息 着实让人费解 尤其是像柳香和宋良这样的人 荣华富贵皆有 作乱天下究竟图什么 让人想不明白 其实 调查到这个阶段 想要揭开真相 关键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就是逍遥子 五四月已经接触过逍遥子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不过 从逍遥子的反应看 他其实就是在装疯卖傻 逍遥子原来是春秋道的首领 五年前被出卖落网 但是他对春秋道的许多秘密 依旧了如指掌 起码他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 现在掌控春秋道的人是谁 可能隐藏在哪里不出意外的话 从逍遥子的反应看 这个人大概率就是初代的十六夜 逍遥子其实还是透露了一些线索的 被五四月问到十六夜是谁的时候 他唱到古有大春者西北声 大春是神木 八千年为春 八千年为秋 也欲指父亲 加上西北声这个边关指定 都是线索 但是想要让逍遥子开口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管是百里红义 五四月 高炳竹都没有这个能量 有这个筹码和逍遥子做交易的 从头到尾只有圣人因为逍遥子深知 一旦自己开口就失去价值 不可能再活着 除非圣人同意 所以 这件事情只有禀告圣人 才能得到实质性的突破 但是无论是五幽绝 还是东川王 都不愿意在圣人面前提起春秋道 因为春秋道是圣人最在意的事情 圣人出手要的就不再是真相 而是一个结果 必然在朝堂之上掀起腥风血雨 会让很多人都不安 所以 如何让开虫虫阻碍说服圣人 从逍遥子口中得出重要线索 这个重担就落在五四月身上了瞄 我还好 与你 modo 都不愿意在酒 小屋 与你 我从来 福 亚 脖子 所以 咱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